今晚開戰吧 小生啊 我那天跟我老婆 然後跟她一些姐妹操勞去吃飯 然後她們就聊到一些減肥的方法 我覺得你們女生真的為了漂亮 那是無所不用其極 天性啊 怎麼了嗎 她怎麼了 沒有啊 她就是聊到 就是說她花錢去健身房減肥 效果還滿有用的 拜託 去健身房不是很棒嗎 所以說我以為是什麼怪招 是稀鬆平常 像我不是都在健身房 自己開了一個健身房 在中校東路那裡大家知道嗎 對不對 就四川五超車 對... 對啊 那哪有什麼怪招 不... 她是花了錢 花了十幾萬去健身房 然後入會員 對 然後就沒有錢 沒錢吃飯 然後就瘦 是這個功能是不是 這還滿有效的 所以就要叫她來我的健身房 因為我們不會一次收那麼多錢 我們都很好的 還可以分期付款喔 所以到底是女人愛美 像折磨 還是男人其實不懂 他們才會覺得很驚嚇 歡迎收看今晚開戰吧 首先歡迎愛美一組 謝謝 謝謝 我這邊叫驚嚇一組 對啊 你們真的 對... 抗壓性很低耶 為什麼叫驚嚇一組呢 奇怪 怎麼好嚇的 而且你們明明自己的 都保養得很好 對啊 哪有什麼保養 根本沒保養好不好 是... 我們沒保養 你也沒保養是不是 你沒保養嗎 你確定... 你這就看了敷了上千張的面膜 發亮耶 偶爾... 對啊 宥群小勳 哈囉... 哈囉 大家好 這三個有什麼好驚嚇 兩個保養成這樣 然後一個還是保養達人 對 這一集還坐得下去嘛 對啊 你為什麼 會說我們男人都是驚嚇一組 你們這一集不就針對羅哥一個人嗎 沒有 老婆盡量不要照我 你其實身材保養得很好 這個可以啦 還行啦 就是每天固定有做一些動作 什麼動作 床上運動啊 什麼 是... 等一下有機會我再示範給你 好的 愛美真的是女人的天性 是 真的啊 因為哪一個女人不愛美對不對 但是往往其實男生就看不懂 有時候那種同居的時候 或是在一起 或是甚至結婚 都看不懂 你幹嘛桌上這麼多平民罐罐的 真的 我們不那麼多平民罐罐 能留住你們的心嗎 有時候也是平民的心 對 壓心 對... 但是我就說真的是女人 可以為了漂亮真的不惜代價 血流成何也無所謂 只要變漂亮就行 是 所以剛開始 一開始就要問一下大家 你們同意 只要能變美 怎樣受罪都沒關係嘛 請舉牌 誰要問女生 對 一定有的 對啊 你為什麼 你也同意 我同意 女生很多都為了愛美 就像我男生來講 因為我們在演藝圈發展 對不對 所以我們還是要有一點道德觀 所以我們還是要保持自己的體態 或是自己要去打扮自己 你知道我真的超級同意的 因為以前不是 我也是有一陣子在整形外科上班 然後那時候就是很常會聽到 隔壁的女生尖叫大叫 就想她在幹嘛 就問護士小姐 你們這整形還有什麼特別服務嗎 她在按胸部 結症 做完胸部再按 你知道那個有多痛 因為我們的美容師都會幫他們按摩 你按都會有啪啪啪的聲音 什麼 因為裡面結痂 我說老式的 舊的以前的那種方式 然後啪啪啪都會結痂 等於你是結痂的傷口 你再把它按開 Oh my God 一光想像就一定 好痛喔 對不對 更不要說那些常常抽紙的那些 我真的很配 所以我覺得女生真的 只要能變漂亮 她怎樣受罪我覺得都OK 都可以 但是就是說 受罪完了之後 男生還看不懂 是不是氣 對 確實讓男生真的 會有一點傻不見 看不見 我們來問一下細節 看網友有什麼看法 情報戰大調查 節目與網路各大社團 合作問卷調查 讓所有粉絲觀眾 都有機會發表你的意見 由情報戰特派員希傑 為眾多網友發聲 說出你們的心底話喔 真的 女人愛美 是不計成本的 我們今天根據劇團看法 官方粉絲團 還有彪悍女人話題 暈船樂界所 跟伴侶關係的合作民調 我們來看一下 女人們為了愛美 到底有哪些行為 就像是懲罰一樣的痛苦 首先第四名 洗個澡 化個妝 擦個保養品 就像是記憶力大考驗 網友就說 這個步驟很重要 皮膚才會好 男生們你們就是不懂 所以皮膚才爛一堆 我這邊就想問 男生們是不是你們 連隔離霜跟試滴乳 都傻傻分不清楚呢 是不是 我跟你講 現在有隔離霜 BB霜 妝前乳 CC霜 宥群老師一定是知道的 當然... 我想問一下這三位 你們知道這個差別在哪 我猜我 隔離霜就是 應該是隔離紫外線什麼的 對 那妝前乳就是化妝前擦的 那BB霜就是BB在用的 BB霜 皮膚比較好的BB在用 我真的沒有聽過什麼叫CC霜 還是說他們是分皂杯在用的 有可能 他還有AA霜 BB霜跟E霜 CC霜一開始 應該是Chanel提出來 它叫做Complete Correction 就是完全性的矯正污色 像我們這種男生 也沒有比較適合 你用那個什麼擠合葉 素顏酸 完全夢境 這陣子來你跟他解釋 可是不要這樣子 我覺得... 這一陣子開始也是 男生很注重保養 所以很多家的保養品 會出男生戲 有 對 現在很多男生也愛漂亮 你看鑽裡面一排三位男生 對啊 就是應該都是有 這怎麼了 那我就看過來看到 而且皮膚超好的 這回我們就不太確定 就是... 但是應該現在男生都有在保養 就是有時候參加同學會 你就會發現說 感覺越來... 那個視覺的年齡越來越大 有保養 真的有 所以我叫朋友出來 他們都不出來 對 他說沒空 我們先準備好了 因為小米姐要講出 她的保養大套 這可能就大概半集就沒了 拜託你 多講一點 我坐著休息一下 像我一般的保養程序 就跟大部分女生就差不多 也沒有什麼特別 就每天早晚的一些固定保養 但是我每兩個禮拜 會有一天的晚上 或是從下午開始 會進行一個全身的大保養 那所謂全身大保養 就是先從去角質開始 全身的去角質 頭髮 可能頭皮 去角質 自己弄啊 對 就自己在家裡 不是 自己在家裡 那背部呢 背部怎麼樣 一樣可以 就是你去角質霜 抹在牆壁上的感覺 像那是狗狗嗎 對 然後全身去角質完 我就會敷泥 敷泥的時候 你不是就站在那邊 很冷耶 對 所以你那時候 要找一些事情做 譬如說你可以打開手機 看YouTube吧 或是看一個電視 就會敷泥 然後敷泥完就會去泡澡 然後泡完澡以後 再全身抹油去做按摩 這是我每兩個禮拜 一定會找一天做一個 全身上下的大保養 然後那一天一定要選 我老公不在家的時候 因為他只要看到 我在做這些事情 他都會打開浴室說 你在幹嘛 我說你為什麼弄成這樣 就男生對於這些事情 看不懂 完全看不懂 而且我們要跟他解釋 他會有更多的一萬個為什麼 反正你就摸就好了 問你摸幹嘛 對啊 你給他自己的媽媽 不是 不是 我跟你講 我可以想像到 很容易被嚇到 我有一次就是我媽媽生日的時候 我那時候整天都在工作 然後下班之後 我想說可以打電話 那時候已經天黑了 我打電話給我媽媽 我在路上走路的時候 便打給她 然後結果電話一接通 我就說 嚇到那是誰 他你知道嗎 他敷那個面膜那種 視訊 黑色的全身 脖子這邊全部 面膜你就嚇到 對啊 我覺得那種泥 為什麼現在已經那麼多 那是這種紫的 為什麼還要敷泥的 那個很容易嚇到 你的跟直的不一樣 不一樣啊 算了算了 竹兄一下先 他已登出 或者是像我早上起來 我都會有一陣子 有那個樹油的習慣 你們有在樹油嗎 沒有 我只喝油而已 樹油就是用油漱口 怎麼會油漱口 那是用橄欖油還是怎麼樣 用亞麻仁油 椰子油 橄欖油 就是一些植物性的油 那它的作用最主要 第一個就是 當然是保持你的牙齦健康 因為你年紀越來越大 你的牙齦會越來越不健康 那另外一個作用就是 增強你整個人的免疫力 所以我早上起來就是 會有一段時間 是我老公 就是一早起來 就會很想跟我聊天 但是我就 就沒有辦法回答他 那要樹多久啊 就是大概五分鐘 厲害咧 像我就是 本身皮膚比較黑 然後因為那時候 就是因為為了要工作 想要變白 後來我就上網 也是搜尋一個方法 就是泡牛奶浴 然後我連續泡了大概一個月 有夠多 我跟你說 真的有用 怎麼可能 可是你的牛奶是真的 是整個浴缸全部都是 是真的牛奶 煎奶 對 我一次用那種就是 但是沒有洗乾淨吧 沒有 真的 你一次要用大概十罐 而且你要用低脂的 不能用全脂的牛奶 為什麼 但是你要加一點點熱水下去 不然你會很冷 不能用全脂的 因為就是低脂 感覺比較健康啊 聽你的話 因為沒有在喝 沒有啦 那可以用奶粉來泡嗎 不行 你一定要用那種鮮奶才可以 但我真的跟你說 我泡了一個月 真的有變白 但是你知道 那時候我泡在浴缸裡面的時候 我男朋友一打開 他嚇到 因為我那時候還用那種 就是紫的那種面膜 就是泡在裡面 然後直接敷在臉上 他以為我就是死掉 好像在泡濕一樣 他就說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我就覺得 如果妳腫起來的話才會變 對 但我跟你說真的 真的很有用 那應該是那一個月時間 他原本就應該要變白了 就不論你有泡或沒泡的話 但是比較快 因為通常是三個月 但是泡牛奶有大概一個月 這個大家以個人經濟狀況 但是對 我覺得宥群老師 應該已經快受不了了 我覺得啦 我今天還是介紹一些 真的很多電視機前面的男生觀眾 會看不懂 但是女生看了會 非常有反應的東西 我帶來的第一個就是面膜 我要跟大家講 這個面膜很厲害的地方是 它是用米去做發酵的 然後呢 我... 好像我的那個 對 它這個就是精華 對... 這些都是精華 這個佛祖 真的耶 它是從日本來的 然後它除了是用米去做發酵之外 它有非常多的內容物 都是從這個奈良 大家知道奈良就是 很有名就是佛寺 對 所以奈良它萃取它們當地的 比方說蓮花的根 反的巴 或者是一些天然的直萃 好可愛喔 所以它會非常強調就是 你看你在敷的時候 就是會覺得 而且現在發光有沒有 透氣來放光 如果配上一些大悲咒什麼 也可以 這樣好不好 我覺得恐怖 要敷這個 先臉 而且你還坐在水池裡面這樣 這樣 真的好好玩 這好可愛 神奇寶貝 還有神奇寶貝 小禎你可以開 那個黃色那個 好可 愛拚他 所以給大家 這怎麼辦 誰要敷 敷腳 我覺得這個攝影大哥滿實的 好 你來啦 你來 這是 套心涼 我跟你說 瞬間遇到光 感覺很佛祖喔 對啦 今天是佛祖在幫我們拍 真的對 好感恩喔 這個好可愛喔 皮卡丘的 小禎的 就是它裡面含有那個 就是膠原蛋白 然後非常的保濕 好可愛喔 皮卡丘 這個不會被嚇到 還有什麼 這很可愛 很有情趣 現在最奇特的是有一種叫做 珍戲眼罩 那是什麼 這個大牛哥可以試試看 這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然後你可以看 我知道了 他之前還是有出什麼薰衣草那些的 對... 然後這個珍戲眼罩 好可愛喔 傳統的珍戲眼罩 是機器的嘛 主持好了 好像是瘦 你有沒有覺得熱熱的 阿嬤 妳今晚地 喔 我沒叫妳 妳敢有疼 超可愛的 好可愛喔 熱熱的對不對 有... 它馬上就覺得熱的 因為它就是讓你舒緩 然後裡面有一些 它自動就是可以產生 熱能的一個功能 讓你的眼睛 眼周去產生一個血液 我都帶著它睡覺 真的喔 對啊 肩頸酸還有這個 這比是... 肩頸... 肩頸貼 這也是熱的 這應該好可愛喔 這好適合那個 喝醉酒的人喔 這個稍微比較熱一點 稍微熱一點 對 喝醉酒的人 就給它那個... 醒酒的 就不用那個押忍莫力了 對啊 你這樣就說 是不是有看到祖先了 往前走喔 對 所以它有很多很可愛的造型 就是有貓咪的 招財貓的 好可愛 那也有這個叫做蒸汽乳霜 它是把這個乳化的過程裡面 用蒸汽法去製作 所以它的乳液擦起來 會更容易滲透到肌膚 這你開過了嗎 這個還沒開過 祖雄手上拿的這個是那個 愛心 美少女 美少女 在PV量來懲罰你 我買了一整組 美少女的護唇膏 超可愛的 而且手上的這個 這是皮卡丘的護唇膏 這很可愛喔 這個就這樣打開來 轉開來 好可愛喔 然後就這樣塗啊 所以就這樣塗啊 這個超漂亮的耶 這個很少女 而且很適合收 怎麼會看不懂 這個就是女生從包包拿出來說 我要代替月亮來懲罰你 然後打開就這樣這樣 就是覺得自己瀟灑 我覺得佑芹老師好像自己在家裡 就是我要代替月亮來懲罰你 妳是佑芹老師回到家都拿那個這樣 對 但是當然艾眉就是變漂亮是這個過程 一定是很辛苦 可是妳搞得全臉都傷是為什麼 因為我們接觸了很多醫美 然後醫美都會或是微整形這樣 就是會去打一些雷射 說什麼可以讓妳皮膚變好 但是因為我從小 就是我T字部位會長痘痘 然後我很愛亂摳 所以我的T字部位 就有一些痘痘的疤痕 就是一些凹凍痘疤 還好 因為會很明顯 然後就是會有醫生說 那妳可以打什麼雷射打什麼雷射 可是那個通常是要五次十次才會好 我就覺得說 醫生不要再叫我做這些醫美了 我要就是最狠的 一次到位 一次到位 然後我就跟醫生說我想要磨皮 他就說很傷耶 現在沒有人在磨皮 磨皮是上個年代才有的事情 他就說那我推薦你打一個紅寶石的雷射 他就是一點一點 他也是比較傳統的一種雷射手術 傷口會比較大 比較深 然後其實我也根本沒有 我完全沒有 你這麼遠起感覺也會很久 那個我在草莓園有看過 然後我就去打 打完以後回家就變這樣 但是我沒有跟我老公說 我今天要去幹嘛 然後回家就看到我真的 怕死 這很誇張耶 這個 可是你看那一個一個紅點 就是他針對我那種小的疤痕 凹凹就打進去 他打進去 我跟你講 妳講的那個磨皮 診所本來要進那個東西 那我們都當然就是試驗瓶 我很想要磨皮 他是整張臉 我跟你講還好妳沒磨 他是整張臉都是像妳那個傷口 整張喔 然後超痛 因為我會對麻藥過敏 所以我都沒有敷麻 也沒有打 天啊 好猛喔 好厲害 沒有 我覺得就是一個意志力 因為你知道你做這件事情 我沒辦法耶 太痛了 我也不行 我超怕痛 所以我那個 這個我會想到我以前 差不多快30年前我去大陸 然後認識一個女孩子 那時候還沒結婚 還沒結婚 認識一個女孩子 30年前 對 還沒結婚之前 然後就長得還OK喔 就約第二天要見面 請她吃飯 結果她第二天見到面的時候 就像妳剛剛這樣 滿臉 她去點痣 她臉上的痣 她那麼多痣喔 對啊 就把她點 點了 然後就變麻花臉 我又差那麼多 回去... 再回去... 女生在變美真的是很痛 我之前也是 在開始瘦的時候 就怕肚皮會鬆 所以我就去打那個魔方電波 那個多恐怖你知道嗎 它就是差一千多針在你肚子 可是你知道那個弄完 是要痛一個月 沒關係 就給我痛 然後那個肚子 肚子剛開始的時候是很恐怖 因為全部都是針孔 然後就選整片是歐歐青 那個叫埋線吧是不是 沒有...它是叫做... 它就叫魔方電波 我是想聽過有女藝人是全身 每一年打電波 是全身從頭到尾 全身喔 我也是啊 但現在要自己付錢了啦 這很貴喔 所以真的有用嗎 我覺得... 那真的變很緊 因為我的手臂的... 不是手臂的屁股 那個...肚子跟屁股啦 因為我手臂沒有東西 中央部位要不要打一打 中央部位要不要打一打 中央部位要有別的可以 它也有... 它也有雷射 對 有些人希望那邊的皮 可以發亮還是... 沒有... 那邊多耶 不過真的 女人真的 愛美真的是 要比較瘦氣 對啊 網友應該還有很多方法對不對 有 還有 好 我們繼續來看到 就是第二名 就是女生可以在大庭廣眾之下 補妝或是化妝 比絲襪套頭還要難看 有23.7% 那我網友就回嗆說啦 只要你不尷尬 別人就不會尷尬 而且掉妝才更難看吧 再來第三名就是 女生會同時把很多那個顏料 就是所謂的眼影 還有那些黏膠 放在眼睛周圍 那網友就說啦 就是女朋友化完煙燻妝之後 根本就看起來像被打嘛 我說你們男生就是不懂嘛 對 關於煙燻妝這個東西 好像很多男生看不懂 有一些女孩子化起來 就滿有味道的 所以你是看得懂煙燻妝嗎 這個我也時尚過 我也去參加時尚週 這個有太好 時尚週 我有參加過 好嗎 我那一週時尚週 我是因為剛好有事情 要不然我有去穿著 帥帥 我有走過時尚秀 好喔 對 好啦 這個我真的要幫女生講話 你知道嗎 因為他們常常看很多的美妝的 不管節目 雜誌 都會告訴他們說 你要用什麼樣的妝感 那我記得大概六 七年前 那時候煙燻妝還滿主流 對 所以大家女生就是兩層的睫毛 然後再加上非常非常濃的眼線 那那個時候我覺得很辛苦的 不是化妝 是卸妝的時候操心 操心 素妝 對 我自己講 我自己遇到的一個故事 就是像我跟我老婆結婚之後 我老婆有一個習慣 就是因為她很低調 所以她不希望她回家的素顏 被看到 所以我們叫什麼Uber Eats 那些外送的時候 都是我要去接 接那個便當 接那個東西 可是有一次好死不死 我就去洗澡 忘記了 那我洗澡洗到一半 我就突然聽到門鈴 剛好來 對 門鈴以後 我想說糟糕 我就趕快要擦乾 擦乾以後出去 我就聽到很大的一聲 不是女人的尖叫 這樣 原來是因為我老婆 她只好自己去接單 自己去接那個食物 外送食物 那她眼妝 只卸了一半 對 她只卸一半 然後呢 她會不會以為這女的被加暴 被加暴 對 警示打電話 加暴 我記得那一天 老婆跟我冷戰了整晚 她就是拿到便當的時候說 妳的 妳的晚餐 而且還是幫妳接 對 然後她就說 妳下次敢再讓我 自己去接外送 妳就糟了 因為他們其實卸妝很辛苦 他們卸...卸到一半 一個眼睛乾淨了 另外一個還要再弄的時候 剛好外送員就來了 我跟你講 有一... 反正就是幾年前 那時候我還在做模特兒的時候 有一年秀場超流行的 一個都化燕軍裝 所以我那時候都很常 在化燕軍裝 然後龐克的那種 對 回家卸妝真的會想死 妳就是要一直卸一直卸 然後睫毛都好幾層這樣 我覺得妳們模特兒也是 她每出一場 然後她頭髮都要變一次 然後那個頭髮就會拉 對啊 那個梳妝的都會 那很快 那個到後期那頭髮掉... 那個掉毛了 你真的有參加時裝週 對... 那個有職業傷害 還是你只是在觀察模特兒而已 對 因為我老婆 現在快掉光了 她以前就被拉太多了 要保養 對啊 祖雄是不是就看不懂燕軍裝 我上個禮拜參加台北時裝週的時候 就是畫煙燻裝 那我覺得特殊場合當然沒有問題 但是我以前有一個前女友 她是什麼場合都是煙燻裝 她連下午出來路邊談吃個東西 她可能也是煙燻裝 好不好 有一次她就... 我爸爸媽媽她找我們下午出來吃個飯 她就畫煙燻裝出來 然後後來我爸爸媽媽就一直盯著打看 也不好意思講 對 然後後來我爸爸媽媽就問說 她是不是睡不好 為什麼她的眼睛會睡 暈裝 睡不好 我就覺得煙燻裝不能夠是每個場合都濕用 真的啦 而且煙燻裝其實在白天看到還滿恐怖的 對 還要在陰暗的地方 看起來很漂亮 而且她卸不乾淨 對眼周的肌膚真的會有不好 是 就是有些黑色素真的會沉澱 就真的看起來像黑眼圈 對 再來講到一個 女生隨時隨地要補妝 怎麼了 這很好啊 對啊 這個本來就是... 你看彩華姐 對啊 彩華姐在編... 跟你講話都編在補妝啊 彩華姐在那邊跟他錄過影 他每次錄影鏡頭沒帶到他 他就在那邊 對啊 但是好像很多男生是不是覺得 沒辦法接受 我是可以接受化妝補妝 但是你要看場合啊 像我老婆之前就是 我這個人本身開車就算 比較猛那一種 就會猛加油啊 急煞車 然後會左拐右拐急拐那一種 那我老婆有時候來不及 就在車上化妝 就開始打底啊 鋪粉啊 你說打底就算了 車子一啟動 他就開始這樣 道具拿起來 底已經打好了 計時 30秒開始 一開的時候 然後前面幾秒等車吻了 他就開始 對啊 然後一邊... 一定要這樣 一定要這樣 對... 要觀察 然後他知道 我下一個路口要轉 他會先這樣 對 為什麼要這樣 他還滿聰明的 因為這樣你殺上來 是不是知道 對... 先這樣 然後一轉彎過去 他看到 看看前面大概有幾百公尺 大概他有5秒鐘的時間 開始 然後我速度加快 他就腳開始伸 頂到前面那個織布箱 會讓它固定 對 他就開始這樣 我就想到現在女人化妝 這麼厲害 不是 這整個故事聽起來 你就是危險駕駛啊 對... 也不是 有時候是為趕時間 他必須要在車上化個妝 就是你的開車技術 是有問題的 對啊 怎麼會這麼不穩 而且他還會講說 我開車就是會左拐右拐 然後快速這樣 現在那個 就是你買一個 開車還好吧 因為老婆這樣綁在嬰兒座上面 你們怎麼都說 他是一個好男人 怎樣 對不對 載老婆去上化 所以他來不及 我趕著要載他去 他還叫我 你快一點... 我來不及了 我說沒有 差那個半個小時 去那邊你再畫就好了 不行 不要讓人家等 就是不能浪費時間 可是載老婆一定要更小心 那趕時間 畫眼線之外還要貼睫毛 最難 因為我真的有朋友是在夾睫毛 然後一個煞車把整排睫毛扯 扯掉 對 就是睫毛斷掉 然後真的睫毛 對 對 我就跟他說太危險了 你真的會擦到眼睛 他說不會 不會 你放心 我練得很好 除非你撞車 什麼回答 除非你撞車 而且我之前還有 就是有載過朋友 他也是在我車上畫 他 女孩子也是這樣 他兩腳會頂在那前面對不對 你載別人的女生 我老婆也在 只是幫忙嘛 他幫忙載 我跟他說你不要在車上畫 他說我來不及 有下一個活動 我下車畫也來不及 我說那你小心喔 我開車很快 然後就這樣頂著 頂著 開開 我一煞車 結果人不見了 你知道嗎 滾到那個 副駕駛座下面去了 我一煞車整個人 咬裡扭燈 對 但是其實女生應該都有在車上 畫的狀況經驗吧 有啊 一定有 而且我跟妳說 女生這個一定是要訓練的 你知道 現在我已經有訓練到 就是停車可以畫 然後開車的時候呢 你畫那些眼線什麼 你要跟著她的節奏這樣 律動 就律動要跟著她動 但是你知道 我就被訓練到超級強的 我跟我媽大吵的時候 我都可以很迅速的 把我的妝畫完 你知道我媽就是 有一天在那邊 你玩都不行 那衣都就是不折 然後一輩子都不用 我就在那邊跟我大吵 然後我就邊跟她大吵 然後嘴巴在那邊邊說 不然我就是待會比較用 然後就一直這樣子畫 然後我媽 我媽就是看我就是很老神在在 她就越氣你知道嗎 她說跟你吵架 你竟然還可以在那邊給我化妝 她就一生氣拿了 就是旁邊的那個一個罐子這樣 她說 你這個死小孩 然後就丟出去 然後我就把它截起來 我說 是妳要用的化妝 是我的定妝噴霧 好氣人的孩子 對 她氣到 我就覺得是我的定妝噴霧 我就剛好 就剛好最後一步驟就把它畫完了 我就說 謝到媽我就走出去這樣子 我跟你說 這都是需要訓練的 你為什麼要那麼欠揍啊 我是真的覺得我滿欠揍 但真的就是可以很迅速的畫完 但講到這個 我有一度更扯更扯的 就是講到化妝 補妝 路上的 我遇過一個朋友 他在生小孩的路上 還要送去生小孩的路上 在路上補妝 生小孩 然後我們就看不懂 就是妳是為了要生完小孩 立刻要拍照嘛 然後後來他生完小孩跟我們講 是因為他希望他的小孩 一出來就可以看到一個漂亮的媽媽 哪有在看啊 對啊 他還會記得嗎 還會記得妳是漂亮的嗎 那問題是他卸著妝 以後他小還不認識他 對啊 我就覺得 有沒有這麼嚴重 有時候女生化妝 是有些姿勢什麼的 不是很雅光 我們就在這個世界裡 女生化妝就一定會拉人中 你們可以忍住不拉 我可以 我一定會拉 你可以 夾睫毛你會不拉 對 不拉人中 那麼優雅 好強喔 因為我平常私底下 比較少化妝 然後我就是通常是遮瑕嘛 然後我在車上 就會拿出我遮瑕的盤 然後就開始遮瑕 後來這樣遮瑕 然後後來我坐上車 到紅綠燈的時候 我就會 轉頭看我老公 然後我老公就會這樣 他在學我 我覺得真的很欠揍 你知道我是為什麼後來訓練自己 這個人中不拉長 因為有一次 我看到我跟妹妹在化妝 她也是遮瑕派的那種 然後她就真的是這樣 就是 然後她舌頭會這樣頂著 然後我就覺得 天啊 也太醜了吧 然後後來就發現 真的化妝的時候 還是要保持一個優雅的 我曾經看過一個女生 也是她是軍中情人級的那種 也是很優雅 每一次跟她講話 是啊 對啊 然後在化妝室 然後就化 突然就看她這樣 因為她的牙齒沾到她的那個口紅 這樣嗎 瞬間換變嗎 瞬間換變 可是那人之常情 一定要親 還有很多女生有沒有 擦完口紅之後 然後要喝水就這樣 對 要比開那個口紅 對啊 真的很多 好像麻 可是重點都是為了要讓自己 維持一個美好的形象 所以在背後都會有這些 但是就是剛好妳就被看到 妳就覺得破滅掉 所以補妝再還是去廁所補了 但是除了化妝以外 就是因為我本身就是一個 很喜歡標心立意的人 所以我常常會在造型上面 想要去做一些很新潮 或是很不同於大家流行的 妳這個太新潮了 然後有一天我就 因為我有一陣子 非常著迷於高層次的 因為那時候歐美 就已經開始剪一些高層次 很龐克 然後甚至有點disco的感覺 然後剪好之後隔一陣子 我就覺得很無聊 我想把它燙起來 燙完之後我就拍了一個線洞 然後放到網路上 我老公氣瘋了 妳這個真的太...超前 妳可是剛剛那個佛服 看就是 對 好像剛飛的飛哥 有個阿伯 對 或是幫喬飛等等 可是在那個當下 我老公那個心裡 都會受到很大的陰影 因為我都不會跟他講說 我今天要去弄頭髮或燙頭髮 妳不會當他上來 我都不會跟他講 而且他也不想模仿妳了 妳燙這個他不想模仿 而且妳燙那個頭髮在家這樣 對 她每次都說 別人真的不知道我有多苦 妳看一看妳在家裡 妳現在是什麼樣子 就早上起來頭髮是這樣子 然後就是外面大家 讓我把他想像 但我覺得這樣生活很多很多樂趣 真的耶 每天回家有沒有 我第一次燙頭髮也是 人家去介紹我去那種 傳統的那種禮巴店 電棒燙 然後要燙一下有沒有 阿泥機 阿泥機燙那種燙 那很細耶 那是很細緻的小卷 包朱婆用的那種 你有燙過那種 燙完以後 頓時覺得我好像要 燙入佛 就好像如來佛一樣 真的 你為什麼會燙那種髮 我也不知道 因為人家就介紹我去 可是我覺得你可以駕馭的 就是你要把一些很 我可以駕馭 對 你可以駕馭 因為我的那個時代 對啊 你都去那個時尚週了 對 是不是 我是 那還有第一名的 女生愛美行為 第一名還有什麼 希姐 好 榮 那我們冠軍寶座的 這個愛美行為 就是女生一定有各種 瘦身小道具 就跟柔柔柔的行器一樣 有31.6% 網友就說啦 再痛 再苦 都要是 因為你不是 你怎麼知道你會不會成功呢 所以不知道各位女性朋友們 你們為了愛美 都做過什麼樣痛苦的方法呢 曾經為了瘦身 塗過那種辣椒霜 對 裹那個保鮮膜 然後我就裹了之後 還去泡澡 我跟你講 立刻起來 這個皮膚差點沒灼傷了 真的 然後就開始過敏 就去看醫生這樣 然後弄得真的超級 原來我是對那個會過敏的 對 你們剛剛說的辣椒 我是沒有塗過 但是以前我老婆拿了幾顆那個 辣椒 泡澡 沐浴球 丟下去 說你先試試看 怎麼都叫我先試 所以下去很熱 但是某個地方更熱 所以後來起來她瘦了 沒有瘦 某個地方瘦了可以嗎 那這樣Q了 不這樣瘦了 不是 我覺得這對我的 因為我皮膚比較敏感 所以對我來講 對 有點刺激 那我老婆就是之前一陣子 她嫌她自己的腿太粗 然後她就去搜尋 她說有人說睡覺 我把腿抬高睡 然後慢慢的 她可以除了消水腫 還有腿越來越細 越修長 然後她就開始做 可是我老婆這個人就很奇怪 睡覺是整個趴著睡 就是臉貼在那個床上這樣睡 她就趴著睡 然後兩腳是這樣抬起來 這樣哪有用啊 就是這樣嘛 好奇怪的姿勢 她是這樣趴著睡 然後抬起來 然後抬起來的時候 她腳底板也是打得很平 這樣可以睡嗎 這樣有用嗎 常常我扮一起來上廁所 她還是這樣抬著 我跟我說 我就說你醒了嗎 她還是睡著 印度有一個高僧 她就是手這樣舉了四十幾年 六十幾年來四十幾年 就是完全 這個手已經是吸引到這樣 就是舉得完全沒有放 然後就一堆人在拜她這樣子 叫你老婆這樣 你這個粉片 然後到時候你會拜她 是喔 好怪喔 沒有 然後就有一次 但是我想說 我就是收工比較晚 半夜回去 我進房門 她就這樣抬著還在睡覺 我就放一本書 加到腳底板上面 她就撐著 然後去卸妝洗澡上廁所出來 四十分鐘之後 她還是這樣撐著 這個東西 神奇 連動都不會動 然後我就開始旁邊找東西 然後放了那個枕頭 再把我兒子的書包畫上去 我說看你可以撐多久 然後昨天早上起來 老婆跟我說 老公 我跟你講 那抬腿有效耶 我說有什麼效 我心裡在想說 你就撐你兒子的書包 那麼大的書包 撐兩個小才不痠 然後她說有效有效 她繼續撐 我說好 那你就繼續抬吧 第一個月 第二個月 量沒什麼時候 第三個月 老公 老公 細了0.2英吋 我想0.1吋 算一算 也不過兩三厘米 我們每天都是在為那兩三厘米 打冰 這有什麼好高興的 這樣一點點我們就會超高興 對啊 有成果 很難耶 就像我老婆常常在 每天早上起來 就去量體重 然後喝完水 上個廁所就去量體重 所以老公... 我比昨天少了300克 我說這不是一泡妞的事情 所以我們就很開心啊 所以我搞不懂啊 你這麼辛苦 你這樣男生每次每次多 那一分鐘一秒鐘 你們就努力了嘛 那個跟這個好像... 對不對 每一次進步 都是一點進步啊 妳講到這兩個閨蜜在聊天 她說妳男朋友 妳男朋友是怎樣的一個人 她還不錯啊 又高又帥 然後又有錢 然後就是快了一點 那多快啊 真的 她說大概燒一盆水 就那麼快 燒一盆水至少還半個錢 沒有 燒好了 這麼快 大概30秒吧 不過六群老師應該懂我們女生在聊 我還是要幫女生講公道話 因為我不講公道話的話 我就沒工作可以過 沒有 我要講就是說 現在女生都流行去健身房嘛 或者是疫情的關係 大家在家裡自主訓練對不對 可是因為女生 她們都要曬在那個社群網站上面 那我覺得東西健身的道具就是 有一件事不能沒有 就是要可愛 所以我今天帶了一些 比較可愛的健身道具 這個好重 第一個 就是甜甜圈造型的 駕鱗 老師妳好可愛喔 來...給妳... 我這個本來很想買耶 很重 很中心耶 這個呢 它有10磅 大概是4.5磅 這個很方便耶 這個我超想買的 這個祖雄老師應該是最專業啦 方向嗎 對... 這可以耶 然後還有這個啦 這個大家應該看得出來嘛 它就是一個負重的手腕 對 然後有些女生就會 它可以綁在腳上啊 也可以... 就是你... 為什麼你的東西都這麼可愛 來... 綁手上還是腳上 都可以... 都可以綁在... 綁在哪裡 有沒有 有一點重量 很方便耶 健身碗 健身碗會想要... 讓那個筋骨稍微舒緩一下嘛 那最近按摩槍不是很流行嗎 炸牛哥幹嘛一直炸 這一個是多功能的嘛 好像是多功能 這個也是多功能 這個也是多功能的... 這個也是多功能的... 不求人啦 牛哥你試試看 來... 它好像一個紅鶴的造型 它是紅鶴 對 好可愛喔 你往前嗎 對 往前 好真實的聲音 然後還可以配合 還有... 另外一邊 八爪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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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比較想要八爪魚 這是按頭的嗎 對 按頭的 這個感覺很舒服耶 對啊耶 這個會舒嗎 有 我那天在網路看到有一個人這樣 然後... 然後他這樣拉起來了 有震動耶 好舒服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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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如果拉起來... 拉起來會怎麼感覺 拉起來喔 它就是... 真的假的你 我那天在網路看到有一個人 就是他一拉起來 這怎麼會讓它震動啊 就是勾著 勾著你往前拉就可以了 對 它真的很多功能 真的 它可以按到很底耶 對啊 因為後面其實... 平常自己用不太到 它可以按到這耶 有些按摩槍是沒辦法打 對 因為按摩槍 你後面也碰不到 手伸不到 你要靠另外一半幫忙 可是這個你就可以不去 這個可以耶 而且握感應該不錯 這個可以 為什麼老師 你找到的東西都這麼奇特 好厲害喔 這不會奇特啦 現在很多女生... 它可以按臀大肌耶 對 可以 它可以按臀大肌啊 好方便喔 你說練臀的時候很痠啊 不是 它的背面 用這個非常的方便 而且不用花太多 自己手的力氣 對 各種姿勢都可以喬得到 宜愛咧 宜愛有在運動嗎 我也有在運動 但是你知道就是女生 只要變胖 就會開始找... 以前我也有在運動 但是你知道 女生只要胖一點點 就會開始想了 找了非常非常多的方法 來讓自己瘦身 你知道上網看到 他只要說 可以瘦什麼 一吋半什麼之類的 我就會開始相信 然後我就上網找到一個 就是... 他說 你只要拿木棍喔 就是每天敲自己的大腿 然後跟屁股 大概敲個五十下 你大概一個月 就可以少一吋半 然後那時候 我打了大概一天之後 我真的是打了五十下 然後非常大理那一種 然後隔天啊 我男朋友就看到我大腿 說 你怎麼瘀青了 然後還... 有一點腫腫的 我說沒有嘛 沒有吧 應該是那個血液循環很好 這樣子 然後在打第二天的時候 隔天就整個 開始整片真的是大大大淤血 然後就開始整個... 淤血管都受傷 對 整個就腫起來 因為每天要打五十下 然後我就把這個方式 也跟我朋友講 然後我朋友就開始罵 我說你怎麼會用 這麼愚蠢的方式上網 就是隨便打打 就是你就相信這樣 但他們後來就是有 建議我幾個就是運動 就是可以就是提臀 然後大腿這邊的 然後你可以稍微交一下 在我跟祖雄面前示範一下 真的 對兩位是在野餐 對 相親 沒有啦 今天就是帶來一個 就是很簡單 那你每天就是在家 做這個運動之後 它可以幫助你的 就是臀部就可以提升 就是先這樣子躺下 然後膝蓋就是屈膝這樣 可能對男生重量這個 他們覺得沒有什麼感覺 我們會在這邊夾重量 夾鋼 夾鋼 要做的話其實就是 吐氣的時候 就是把你的腹部核心這邊 往上 就是這樣 吐氣 往上 蹲橋 對 然後你需要就是這樣子 有這樣子一直線這樣子 然後再慢慢的吸氣回來 其實這個動作其實你可以慢慢的做 做個大概20下這樣子 如果你每天這樣做的話 你真的是可能大概做一個月 你會發現你的屁股這邊的肌肉 會變得非常的緊實 對 然後其實我跟我朋友 講完這個之後 他其實還有在推薦我一個秘密法寶 秘密武器是啥呢 有的 我把我的秘密武器帶來的 就是這個 它是現在你知道 台灣跟韓國都非常非常紅的 你知道這個就是紅到就是 你知道我身邊那些藝人朋友 他們其實維持身材 都是喝這個在維持 像你知道韓國的練習生 就是他們也是因為喝這個 然後它這個非常的方便 就是你不要看它這樣子 就是非常的可愛 它其實 他們還有出一個就是這個 他們的 對 其實他們我覺得他們家 就是真的是非常 女生看了會非常非常喜歡 就是它顏色做得很可愛 然後它其實也是 非常非常的就是方便 它是跟一般的那種傳統的代餐不同 它是可以代謝加上控卡 所以非常非常的好 然後它這個 只要這樣子小小的一包 然後就到進去 搖個八秒鐘 就可以喝了 然後現在大家的那個桌上都有 大家可以喝看看這樣 所以它是可以取代正餐嗎 可以它可以取代正餐 像我有時候就是會當作早餐來喝 因為有時候早餐會吃比較油膩的東西 那我就不會吃那些比較油膩的東西 我就會吃這個來代替 然後就讓身體 這真的很多藝人朋友 都有介紹過 對 都有 而且它是韓系的窈窕代謝配方 可以把我們的負擔全部都帶走 它裡面有那個專利的藤黃果 然後還有那個 它是可以加強你的代謝的 但是你不要看它這樣子 它裡面有那個 WPI的優蛋白 然後還有非常多種的營養的 蔬果的酵素 跟維生素礦物質 所以你看現在 如果你現在可能吃那個外食 那些蔬菜都沒有吃到 你就可以喝這個 它就可以補足你那些營養的缺食 然後喝這個 它還可以幫助你的那個 變得非常非常的順暢 我就說之前好像有女性朋友 也有來節目當中 她也有長期有使用這個東西 真的 然後也有泡完 然後我就喝 很好喝對不對 好喝之外 回去第二天都 對 它就是可以 可以幫助你的 變得超速 有時候你會不會分享得太細節 太細節 對 沒關係 它這樣子一包 它的熱量補到100大卡 對 就跟我們吃白飯 它比我們白飯的熱量還要少 而且它不會甜 對 我很怕那種 譬如說健身 不是大家會喝那個高蛋白 對 那個味道 對 那個味道 我是完全一喝 就會覺得很噁心 但它這完全就是果汁的 像這個它是草莓蔓越莓 它裡面就有 MCT的中鏈脂肪酸 然後還有專利的白腎豆 所以它也是可以 就是加強你的代謝的 然後就可以 MCT的中鏈脂肪酸 就是我們早上在喝那個 防彈咖啡 對 防彈咖啡那一種 所以它裡面的那些 就是都是對我們身體非常好的 而且它可以幫你身體 就是囤積的那些東西 都把它分解掉 它有非常多口 像是它還有 巧克力薄荷 然後還有那個 對 像黑絲龍奶茶 對 像黑絲龍奶茶 我非常喜歡喝 然後如果你喜歡像這種 草莓蔓越莓的話 你也可以再選它的 芒果鳳梨 對 芒果鳳梨 對 你覺得很好喝 對 大哥是不是很好喝 對啊 而且鳳梨 其實那個酵素對 打冰茶喝 對 感覺要可以加一點酒 對 所以搖搖杯的時候就可以 對 是可以加些別的東西 因為我會加牛奶 或是豆漿來喝也OK 非常的方便 然後又可以維持身材 你看我喝光光 對啊 真的很好 喝草莓賣也真的很好喝 我們這樣就知道 明天下午這時刻你在幹嘛 對 你再打電話給我 不用 還是我傳簡訊給妳 先不要 不用 不過今天聊到這些話題 真的愛美真的是 我覺得是 確實不錯 對啦 但是還是要保護好自己的身體 對不對 但我覺得要挑對產品 要慎重 因為必須要擦在自己身上 喝在自己身上 用在自己身上 要對自己好一點 要慎選你自己的產品 好不好 然後呢 謝謝大家 我健身房的地址在這邊 健身房食物 還是要多運動 對啦 愛美之外還是要多運動 運動治百病好不好 對… 今天謝謝大家討論 喜歡我們的節目 歡迎在我們的官網 來按讚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